欸這次的那個國文考試用我考的不太好欸 這次真的蠻難的 對啊 而且我還答錯五題 反思了 答錯五題不錯啊 90分 是還不錯啊 那你幾分 96 我贏我100 你為什麼要亂跑 因為就是 極性極性這樣子 原本我們的那個劇腳本下一句 臨時也要跟我說那分手 不是 我想說我們現在這個 到底是情侶的身份還是只是同學的身份 同學情侶啊 青梅竹馬啊 就是長大之後各自會交往10個男女朋友之後 然後發現對方還是最適合的那種 好啦 那分手 嗨 我們熊仁謙 我是林思雨 歡迎收看快樂大學熊宇宙計畫 從時事與生活中看到快樂哲學 一定要訂閱我們並且開啟小鈴鐺 欸剛剛那個情境題就是 大家可能都會發生 剛剛那個是比較偏學生 其實在職場我們也會去比考雞啊 或者是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就會比誰現在的成就比較好 是是是 我們剛剛只是一個小兒科 是是 但比較這個現在其實 好像人人都會翻 會 也都會去計較這件事情 但不知道比較到底是不是好的 你會跟人家比什麼 比 老實說 比人氣啊 你人氣算不錯啦 所以你看 比你當然不錯啦 但我那意思是 我還是會想要跟再往上的比啊 但我不覺得那是比較 只是希望我可以跟他一起達到那個 可是比人氣很硬耶 因為人氣就是一翻兩瞪眼啊 要嘛就是他比你高嘛就是你比他高 對啊 所以永遠比不完啊 有這樣的比較心態也促使我 就會想要可能趕快去跟粉絲互動啊 或者是 粉絲 粉絲們 林士宇靠近你們只是為人氣喔 不是嗎 我的粉絲都會幫我宣傳我的IG 對 你的粉絲都會宣傳IG這超厲害的 對啊 還有分享我們的那個Podcast 他也知道我在在意排名 我的粉絲們只會分享我的書 不會分享我這個人 也不會分享我的Podcast 他們不care我 對啊 你們為什麼都不分享你的Podcast 他們在意我的書啊不在意我啊 我說過了 你也是一個會比較的人 你往往什麼時候會覺得自己有比較心態 當你居於弱勢的時候嗎 對啊 怎樣 我生命中居於弱勢的時間比較少 偶爾就是 偶爾 就是也是會啦 就差不多大概 可能三四個月會有一兩個事件 你會喔我知道 你看我們的Podcast 往下掉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想要往上衝 也是你剛說居於弱勢的時候 比較少啊 對啊就有一度我們是快要 衝出百名外的時候 我們快要掉到百的時候 我想說好不好要來用力一下 對我就覺得 然後我用力那天就衝到30 真不好意思啊 好啊 那你就繼續衝 你就給我繼續衝 那是你的看法 沒有我好像在擺內 我覺得就好啦 我擺內我就OK啦 是啦是啦我也OK啊 對反正台灣有三千四千個Podcast 我們Podcast 比如說你懂哲學 台灣第一哲學Podcast節目 可以這樣說吧 第一哲學 真的嗎 我們是第一嗎 哲學類絕對是第一大廢話 是嗎是嗎小編 哪有人在講哲學的 所以我們是台灣第一哲學品牌 可以可以那可以 我可以第一了 太好謝謝 謝謝 終於不用比較了 可是其實你往往會比較 都是當你處於弱勢的時候 就是你才會發現說 我是有比較的心態 因為你在順風的時候 你就是 你看不到後面的 你就只有欺負 你就想說 蛤你們在跟我比喔 嗨 這樣是不是心態會這樣 你通常是被比較 我們是要去比較別人 我通常被比較 對然後但我有啊 像我前天就聽到一個類似 像是我的 我們是朋友 我們喜歡一起讀書 一起工作 可是我們自己都有各自的基金會這樣 然後其中有一個單位 他們做一個很酷的計畫 我看到說天啊 哇這個計畫太帥了 我想 我不做一個好像不行 然後太氣了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 明年2月我們要在WHOUSE 要辦一個活動 你知道這個是嗎 OKOK 因為這是這件事情 我們要在WHOUSE 要辦一個法會 因為我被氣到 我看到天啊 這太帥了 不行 我要弄一個更帥的 直接辦W 比較心態而來的 什麼時候會發生 就是當你聚於弱勢的時候 所以比較心態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 對 心態的時候 對 但不一定是不好 我不會覺得是不好 可是因為有些人會一直困在裡面 我覺得所有的哲學想要幫助我們 就是不要被困在裡面 其實你看我們聊的所有主題 本質上都是讓你不要被困在裡面 對 那比較心態很容易被困在裡面的點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都看到對方好的地方 對方得利的地方 對方好像很成功的面向 我們都看到的是片面 但問題來了 我們往往都是拿自己的某一個弱 跟對方的某一個強在比 舉個例子來說 像我剛剛講那個個案裡面 我那個同事的團體 他這兩三年來 也就是有這一件事情 讓我覺得 想要比較 可是其他大部分的事情 都是他在靠北我 就說你做的太賊 怎麼有辦法成功 就都這樣 所以其實我並不是在跟他整個人比較 我是在跟他的某一個事件 我拿一個自己弱的事件 跟他一個強的事件在做比較 當然比不上 但這其實不完善 因為其實真正我們應該要去持平看待的是 你跟這個人 而不是你的某個面向 跟那個人的某個面向 所以就像我如果要比高人氣 我就是拿我弱的這件事情 你就只是拿某一個面向在跟他比較 你不是跟這個人在比較嗎 因為你也說要持平比 對啊 持平是完整的 我的 包括我的人氣 我的粉絲受我影響的程度 各方面的全面的東西 跟這個人去做相較 那才是對的呀 或是我跟他是在同一個領域比較 而不是我主持 然後拿來跟演員比啊 比如說像快大學 快大學大概三十萬 三十點二萬 此刻三十點二萬 訂閱嗎 我有在幫忙看 思雨超哉 他比我還哉你 你知道嗎 那其實你看以YouTuber來說 我們就大概在前三百左右 有這麼前面嗎 有啦 有有有 三十點二萬有在這麼前面 台灣前三百差不多 OKOK 但其實也不算很前面 就是還可以 還念得出來的那個 就大概只要唸三百 唸到三百 剛好累人 唸到三百 就會到了這樣 對 可是有時候也會覺得說 某某人做什麼主題 就人氣很高 好像很快 或什麼 好像是 可是我就會謹記想說 我想要分享的是知識 我不是想要做一個人氣網 就你知道你有時候 就要回到你自己 你不能只是拿點閱率 這兩個數字在比較 你要思考的是更多層面的問題 我想要做的是什麼 他想要做的是什麼 其實是不一樣的 你要怎麼比呢 我們有時候也會想說 他們有找來賓 我們是不是也要趕快找來賓 對啊超容易 但至於之中我們還是兩個人 但我們還是 因為沒有人會當我們來賓 都你了 好回到比較 其實你要比較的應該是兩個人 完整的狀態 也就是說 我往往每次我在想到 我開始有這種比較的心態的時候 我就會去想 對方為了得到這個德 他付出了多少失 他的整個完整的圖樣 比如說失去 失去 OK 比如說呢 像我常常看到很多的YouTuber 他為了要去 拍一些主題或什麼 他可能兩天都不能睡覺 他為了回去要剪片 然後他可能要幹嘛幹嘛幹嘛 他要投入多少的成本 然後當我悶心自問問自己說 我想要過這樣的生活嗎 我不想 就算會得到那個東西我也不想 你懂我意思嗎 我們看到的都是別人的德 跟自己的失 可是我們沒有想到對方的德 背後有很多的失 而且那個失可能是你不想要承擔的 這個自然那個德也就不會是你的 你懂我那意思嗎 要去想說 他真的付出了什麼 而得到這個 我真的要嗎 OK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才比較能夠釋懷 或者說看清現實 對方不是你想的這麼的很成功啊很美好 其實對方也很辛苦的 就是你可以羨慕那一個人的做法 跟他的成績 但是回想到你自己身上 發現你自己不行 適不適合 這蠻重要的 OK 但如果做了發現 也成績沒有跟他一樣好 有可能就是你不適合啊 那麽快 你幹嘛嘴軟 那麽快就否定他 不是你可能不適合這條道路 不代表你這個人本人被否定啊 對可能要這樣想 你只是不適合穿這個衣服而已 我們往往是要把自己塞入某個模子 然後塞不進去的時候就覺得自己很糟 但是我們就不會想說其實是那個模子招 不是你招 所以不能就是比較完之後 然後發現自己也失利了也失去了 但然後就好像人生都毀了沒有 其實完全不是這樣 你只是不適合這個模子而已 沒錯 所以說 要放棄目標嗎 不行 我覺得一般人設目標可能設太easy 就比如說什麼 我想要某自己影片如何如何 這種太短單性的目標 當然那就是很浮動的 我覺得可以有一個大目標 我昨天跟一個朋友吃飯問我說 明年的大目標是什麼 我想了一下 目標就比如說你希望影響更多人 你希望讓更多人看到你的美好的表現 比如說像 太大了 太很rough耶 可是因為那是你的核心 後年你可以做 不 但是你的核心你懂我意思嗎 那你在這個核心的道路上 你可以一直微調 比如說 你想要讓更多人看到你的表現 如果假如有一天你突然發現 這條道路不適合你 那我們就看到你在八點檔上面 然後就看到 也看到你的表現 這也是一種 也是一種 也是一種 對啊 但是小目標也要設定好 對 可是小目標是可以微調的 OK 你不要太揪在那個小目標上面 嗯 好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一定要訂閱我們 並且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